客運車輛與車站內外通通加強消毒 以因應明天的大量旅運 因為台鐵五一勞動節不加班 表定列車全部停市 有旅運需求的旅客得尋求其他運輸方式 葛馬蘭客運為此明天宜蘭往返台北 將加開150班到200班次的加班車 至於羅東往返花蓮更加開到80班 國道路線尖峰時段最密集3到5分鐘就會發出一班車 羅東花蓮線平均20分鐘發車 加強運輸往返台北宜蘭花蓮的旅客 現在已經取消實聯制 客運廠站會提供口罩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資給旅客取用 搭乘大眾運輸注意個人衛生 搭乘大眾運輸注意個人衛生 做好個人防護措施一起平安防疫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